哈喽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干货娱乐,每日分享娱乐圈的新鲜事还有明星八卦哦,喜欢小编文章的亲们记得点赞关注哦,今天是七夕情人节,以往这个时候都是明星秀恩爱撒狗粮的最佳时刻,但是今年却有很多的变化,经历过七八月份明星分手季,现在已经很少有明星高调秀恩爱了, 有一位明星他自从宣布恋情以后,只要带着机会就秀恩爱,可是现在却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他的消息,也再也没看见他秀过恩爱,他就是范冰冰,范冰冰行踪成迷范冰冰自从税务事件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,关于他的消息少之又少,在七月份他被媒体曝光出现, 在上海某医院探望孩子们,自那以后就再也没其消息,网络上也曾经曝光出范冰冰现在被软禁在某个五星级酒店,被禁足,也有传言说范冰冰被捕,已经拘留,并且还有范冰冰带着手铐的照片, 不过已经被范冰冰工作室声明此乃谣言,那么范冰冰现在人到底在哪呢? 在8月11日,范冰冰的粉丝团曝出由范冰冰加盟的综艺节目《超凡魔术师》,正在如火如荼的热播当中,范冰冰的一系列代言也没有撤销, 若是范冰冰被双规那么将会给这些节目和代言带来很大的冲击,也就是说范冰冰目前还是安全的,并没有如外界传闻的那样被抓捕,已入狱,只不过范冰冰的行踪依然是个迷,连神通广大,无孔不入的狗仔队,都不能捕获到她的消息,疑似范冰冰朋友圈截图曝光,自理行间充满对人性的失望, 就在8月14日,在网上曝光了一张疑似范冰冰朋友圈的截图,据悉是某位大微博主曝出的,在截图上我们能看到范冰冰写的文字,她写道,是靠自己告才能面对,情靠自己心才能一辈子,经历一次懂得一事,相处一场看清一人,寒心一回,远离一尺, 从自理行间能看出她出事后对人性的失望,对感情的烦心,是靠自己杠,情靠自己心等词语,不难看出,她一个人挺着是多么的辛苦,这若真的是范冰冰的朋友圈截图,那她说的是谁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,应该是男朋友李晨, 据悉李晨出生在军人家庭,大家都知道军人是骄傲的,是不可以有污点的,也许李晨真的很爱范冰冰,但是军人家庭出生的她对于范冰冰身上发生的事肯定是倍感烦恼, 她的父母以及长辈肯定不会让习取范冰冰过门的,从她和范冰冰宣布恋情就一直高调秀恩爱,现在范冰冰出世了,她却始终没有为范冰冰发生,而是自己去接代言,又跑去美国拍戏, 不难看出她在逃避,7月6日,李晨和王先元主演的电视剧《七日声》已经拍摄完毕,李晨也拉着主创在进行宣传,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李晨丝毫没有颓废的样子,反而神采奕奕,李晨工作室在7月14日曝出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, 出评网上投票,李晨荣幸入围,李晨参加这个投票选举是否意味着她已经放弃范冰冰? 偷税漏税明显就是和正能量成反比的,为什么在范冰冰出世后她没有公开支持范冰冰,却参加这样的选举了?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里,不管范冰冰在不在身边,都应该对范冰冰说出我爱你,或者我等你,或者我支持你等暖心的话, 而李晨却一点表示都没有,这得多伤范冰冰的心啊,现在范冰冰一个人扛着太多事情,正是最脆弱的时候, 也是最需要男友关怀的时候,这时候李晨还是默不作声,甚至情人节一个表白都没有,范冰冰得有多寒心, 凤姐在张欣宇和和杰结婚时,曝出范冰冰和李晨已分手,最近凤姐曝料有点多啊,她先后曝光了很多明星目前的状况, 什么说唱歌手Poom被电视台封杀后,改行做了淘宝网兽衣模特,明星们的片酬都降了但是不代表没有烂片, 张欣宇靠结婚洗白了,范冰冰依然在水深火热之中,李晨继续装聋作哑,在8月5日她发微博说道, 李晨范冰冰分手了,张欣宇结婚了,这个世界,还有什么不可能? 张欣宇对象叫和杰,是一名军官,外表高大帅气,之前参加过一档节目叫做极限挑战,让我们祝福她吧, 虽然不知道凤姐是否还是原来那个凤姐,但是无风不起浪,在7、8月份,明星恋人接二连三的结束恋情, 而李晨和范冰冰的恋情也出于考验期,真的分手感觉就在意料当中, 若是最后洗绝连理,那才叫人意外了,对于范冰冰行踪成迷,两人是否已经分手这些事情,你怎么看?